現在人的肩頸酸痛疼痛不見得全部是落枕所造成 您得到的可能是肩頸症候群 我們疼痛的來源有兩個 第一就是肌筋膜的疼痛 在我們發炎的肌筋膜或是肌肉促疹之下 可以壓到調索狀緊縮的肌肉腺部 第二個就是神經痛 是有退化性的椎間盤骨刺或頸椎盤過緊的肌肉筋膜 壓迫到頸神經根或是背肩胛神經造成 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們頭部過度前傾 在正確的姿勢之下 耳朵應該落在肩膀正上方 如果你的耳朵已經往前偏移了 就代表你的頭是往前傾的 那頭部前傾角度越大 頸椎所受到壓力也隨之倍增 平均耳朵往前位移一公分 頸椎受力會增加1.8公斤 耗發族群 電腦族以及手機族 如果您長時間使用電腦跟手機 都是處於低頭久 頭過度前傾 不自主聳肩的狀態 時間久了就會造成肌肉不平衡 失衡的肌肉會把脊椎拉到 錯誤跟壓力增大的角度 長時間下來會造成椎間盤脫水 甚至生成骨刺 第二 如果您在健身房 過度的強化胸肌的重訓 而缺乏背肌重訓 則會使胸肌沒有足夠的伸展 胸肌過短 菱形肌過度拉長 那就形成了肩膀內旋的圓肩形態 第三個 中老年退化族群 頸椎退化造成支配菱形肌的第五節頸神經被壓迫 導致高荒區的神經痛 進而使我們的斜方肌也受到影響 肩膀緊繃 更常見的就是直接發出疹痛 以下將大家做三個 簡單好用 效果又顯著的運動 第一個 頭部的旋轉 這個過程請想像您的身體是牛仔套鎖的握繩 盡可能的讓頭在一個平面做時鐘時針的旋轉運動 越大越好 動作可以放慢 一天基本上不限次數 如果可以的話 請你左三圈 右三圈 第二個動作 抬手運動 我們的手請盡量的往後伸 往上抬 然後往你背部的中線旋轉 用意就是在於讓你的夜窩下連接到斜熱這一段 越大幅度的伸展越好 然後維持20秒 第三個運動 貼牆站 身體盡可能的緊貼牆壁 從腳跟 臀部 到腰背部 可以越貼牆越好 最後的重頭戲就是手下巴 在頭部一樣緊貼牆壁的情況之下 像擠出雙下巴這樣用力的收 這樣有助於讓你的頸椎調回正確的角度